WordPress 同 Cpanel 的搬家方法 對 WordPress 的初學者而言 因為先天的一些因素 常常會造成 初學者把 WordPress 裝在不對的路徑 比方說我們明明就是應該把 WordPress 直接裝在域名底下 但是有些人就是會裝在域名底下的某個資料夾裡頭 比方說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說這是先天的因素呢 比方說你用快速 WordPress 安裝的時候 它這邊資料夾就給你設定 WP 所以如果你沒有特地去刪除它 你就這樣直接裝了 自然就會裝在一個叫做 WP 的資料夾底下 還有我們如果按照官方的安裝方式 下載了官方的檔案 解開來它也是先把檔案放在這個叫 WordPress 的資料夾裡頭 所以你如果直接就去執行 那你裝起來 你的 WordPress 也會在 WordPress 的資料夾裡頭 所以因此呢 當有些人把 WordPress 裝在某個資料夾裡 用了一陣子之後 已經文章啊 頁面圖片都已經 弄得很完善了 結果他才發現 糟糕 如果說我沒有把我的 WordPress 裝在根目錄底下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來搬家了 那這個搬家的前提是 你是在同一個 C Panel 底下 也就是說你只需要動某些檔案的位置 你並不需要動到資料庫 你的資料庫還是同一個 我在這邊先用快速安裝 裝了一個 WordPress 在 WP 底下 就是這個網址 那我現在要從 WP 搬到根目錄底下 就是這個網址 那現在目前這個網址是空的 沒有 WordPress 所以我現在先登錄到這個 WP 的後台 給你們看一下 跟這個搬家有關係的地方 是這兩行 那我知道一般教學一定是 教大家用這兩行來控制後續的部分 不過使用這兩行有一個風險 就是當你這兩行輸入錯誤 你的 WordPress 就會掛掉 那所以就建議大家不要動到這兩個 那我們先來搬檔案 搬檔案是比較容易的 我們進到 WP 的資料夾裡頭 就是我們現在 WordPress 的檔案 我們把它全選 然後複製到我們的根目錄底下 後面不要有斜線 那為什麼選複製呢 你如果用搬移 然後結果你剛剛在出現的路徑 你輸入錯誤 不小心按了一個點或什麼的 你這些檔案就不見了 所以保險旗艦 我們還是先用複製的 等你確定你的檔案都複製過來了 然後確定這個檔案可以刪除了 我們再來刪除 我們還是先保留這個 WP 的檔案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找到 WP-config 這個檔案 然後我們用代碼編輯器把它打開 來到這邊 因為我們用的資料庫還是一樣的資料庫 而且是在同一個 C Panel 底下 所以它一樣可以從這個資料庫名稱 使用者密碼去存取這個資料庫 現在的問題只在於 我現在的 WordPress 主檔案 已經改變位置了 所以我要告訴 WordPress 這件事情 這個位置已經改變了 在這裡